222 文匯報 比亞迪進軍澳儲能市場 2015年7月11日中國經濟 B02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曾敏儀 外電消息指,內地電動車製造商比亞迪1211 計上月在德國開始銷售能源儲存系統後 目前已進軍澳洲市場 累積銷售了逾100個能源儲存系統 集團在回復傳媒的電郵中止 澳洲為其戰略市場 摩根史丹利估計 澳洲能源儲存市場市值約180億美元 當地太陽能的使用量激增 因而吸引電池供應商進軍澳洲 比亞迪作修報38.15元 升11.06%